好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脈無雙》 嘩 每一季總會有一套P.A.Works 建議作品 Grasleep 也未死舊 但是告訴你 P.A.Works 現在真的很難觸摸 嘩 甚至乎看了頭幾集 我反而覺得Grasleep 可能會比較好看 Grasleep 至少有聲音又有聲音 你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現在這一套 我們暫時這一套不是青春劇 嗯 成年劇 這套是告訴你職場的殘酷 職場裡面你面對的問題 那些人怎樣去射博 怎樣去不負責任 這套東西其實是有齊的 告訴你 這套東西應該很精彩之類的 為什麼我們會看成這樣呢 中文的名字叫白雙 對 史羅伯科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名字有什麼關係 好像直譯就是 我知道 但是白雙是什麼意思 白雙它就說是動畫業界用的白色雙子 我介紹的時候就這樣寫 但我其實不知道有什麼關係 故事裡面呢 就說這個有五位的主角 不好意思 哪五位啊 可不可以說 你不知道哪位叫 自己轉了學 我除了主角比較有深一點的印象之外 其他角色我還未記得到 開車金色頭髮 開車OK的 我敢說 我敢說 我看一套動畫 雖然我記名字真的很差 但是我未知一個名字都記不到 但是這套東西呢 它成功了 我是一個名字都記不到的 女主角第一個開車的叫 阿奧兒 木村豬 不是屯原文太來的嗎 或是屯原國海來的嗎 握個豆腐碰他 三隻字 說被人挑機馬上贏 不是啊 我開始第一集裡面 我看的時候 由開始的故事 他們說 他們有五位主角 他們就在這個學校裡面 這個動畫學部 應該是 動畫學部 對 自己製作一個動畫 到他們畢業的時候 他們應該是 立志就說 他們成為他們的終身職業 做動畫 大家各自有不同 有這個原話 有聲優 又有監製 又有 不知道還有兩個是什麼 有這樣的東西嗎 不是只有女主角走這一步 不是 那你見到原話那個也是什麼 有這樣的東西 過了不知道 好像一年還是兩年之後 那女主角 終於大陸入職場 對 進了一間公司裡面 那公司應該都可以 因為是兩年來 然後第一次再接一套新的動畫 其實以我們所知 動畫公司如果不是每季接 應該是可以接的 當然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有些 可能有一兩季才有一套 那就可以了 或者是一年回來的 一季就可能做一年那些 就像Saila Moon那些 老實說 在頭兩集裡面 我覺得 女主角 給我們看到的 她最強的技術 練車 是飄移的 是的 頭文字D 以來很明顯看一集 那些頭文字D的賽車 她真實說 而整間公司裡面 我不敢肯定 對她工作裡面 即是動畫相關的工作裡面 肯定程度有多少 但一定是對她手車的程度 是意義最大的肯定 因為很多時候 接人的工作 一定是找她 因為知道就是她手車裡面 快 肯 準 不是 甚至我覺得她的技術 比藤苑國凱更加厲害 藤苑國凱都要全心全意 真的開車才扭過 五年發脊彎 她又不用吃著 聽著 聽著 去飄移 就可以了 輕鬆到 這一套 這個是搞笑的地方 是無厘頭的 是無厘頭 是無厘頭 在她片車那一刻 是很無謂的 我想她想表達的 在動畫工作裡面 女主角這個崗位 是要經常走來走去的 她要協調很多的東西 其實她是想表達這件事的 我明白的 但不需要在造車的位置 做得那麼多 不是 但我覺得這套動畫 甚至乎是可能 就著這個題材 擺了很多的列他進去 其實是 比如說 捏車頭文字D 或者是動畫名 那些可能都會有 不好意思 這套人真的說不出名 原畫師那位朋友 其實跟他進了同一間公司 其實是 作為一個新人的原畫家 在那間公司裡 其實這間公司 終於接到一套新的 當季新番 來做了 有十三集 還是十四集 忘記了 由這個故事開始 其實集中 是講整間公司裡面的運作 你聽到最多的是什麼 今天呢 你就要交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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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交這件事 而明天就這樣 你聽到很多這些期 但我明白他想表達那個 真實感 可能真的 你如果做動畫 其實這些動畫 講即場的 都幾常見 是講現階段發生的事情 譬如說 之前的爆晚 或者是 上幾季的銀資事 都是屬於職場類的作品 這套就算是 如果跟他們做過比較的時候 這套我甚至乎覺得 他比較拋書包 他字那些很多 他好像不太屬於動畫 開始我預料到 大家的觀眾 是很不懂動畫樂情 今天就是找個作品 我找你一個監督找 喜歡的 找你一個監督去搞 一集出三個監督出來 他就是這樣 拋角色 他就是不停飛去 一些不同的場地 這裏突然之間說 說一句話之後 就立即 去另一個公司裏面 或者另一個辦公室裏面 再說一句 這樣 飛來飛去 那裏 我們在看一套 大家就好像在看 無線裏面 一些介紹 一個職業 一個工程 的流程 究竟是怎樣的 每天的流程 沒什麼連結 經常開會 他不會給你一個背景 如果你說 觀眾來說 是很熟悉漫畫行業的人 可能會快明白 看動畫行業 但如果你是一個普通的看動畫 其實真是不好意思 不知道你怎麼看過 甚至乎 更加 因為看動畫 那些不熟 你更加要 穿襪更多 反而 因為其實真的不太明白 去到那裏 你交給A A交給B 我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我最記得就是 第一說開幕 然後整排 一起煮 其實我最記得就是 那個老闆煮咖喱 但是你說 故事裏面 說畫畫的 其實你看不到 會攔著他們 說 這樣嗎? 三天 星期三 星期四 其實這套 我看得最深刻的是 職場裏面的人 的醜陋 尤其是 整個死飛仔 自己做事 蠻事 經常做錯事 然後去求人 當事件解決之後 完全不關他事 總之我的事做完了 現在 不斷說 我的事做完了 我的事做完了 這些是很典型 大家可能在職場裏面 或者大家 做事的時候 看到這些 就是這些低能 我叫做 這些職場的 怎樣說呢 即是他們可以 懶散之餘 就不服氣別人說 他們就說 我搞定了 你不要理我 你不要說我 然後就是 魚馬斯 這個就可能 大家會 我覺得大家都很少會 說 他們的風格 做事的風格 和我都不一樣 這樣 然後 經常在背後說 然後就說 但是 你要我夾 我也夾到的 即是那類型 他很破壞 整個動畫界 對人 給人的下想 我覺得不是 不關事 可能他想忠於意識 去表現 然後監督就說 你覺不覺有些問題 這件事很全神 因為我作為 設計的行業 你覺不覺這件事很有問題 感覺到嗎 就是這個位 你覺得 是不是有些東西 差一點點東西 我告訴你 但是他又不是說得明白 你好像按摩 這位不正 當然一定會有個人 按著說 你改嗎 改了 沒有時間 你每次都是這樣 然後 然後監督就說 不是 這樣出的話 其實會出事 但出什麼事 我解釋不了給你們 但你 你感覺不感覺 這個其實很有問題 總之我覺得會出事 你說得好像 某位姓黃導演拍戲 拍幾年那些 那些 就是那些 然後他又說不出問題 做創作的事情 討論是很重要的 當然監督的討論 就是他完全沒有聽到 你覺不覺得 這個女的角色 其實應該是這樣 但是他應該要 突出什麼 應該是第三集 那個會那裡 做得OK的 就是大家 把想法 大家撞出一些想法 究竟這個故事 拆些花火出來 我應該是要 角色應該是怎樣 掃造出來 你看到的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 他們正在控訴 其實我覺得 做得好 其實他可能正在控訴 Cars 那套東西 其實這個是 我對Cars 是控訴 我不明白那個角色 但這套東西 沒有阿歡哥 他正在做這類型的 就是創作那種 那種困難 那種辛酸 那種時間的緊迫程度 就是幫忙畫原畫 那些東西都病了 直接畫到沒有睡覺 幾天沒有睡覺 病了 病了之後 還要說 我睡一會就可以起床再畫 那種 那種辛酸 但是最有趣的是 在三集裡面 所謂五個 叫做五個女主角 其實最主要核心 都是在女主角 唐文治的女主角 對 對 身上 其餘那些 其實現在都很過場 全場 所以其實這套東西的主題 究竟是 如果說夢想 其實 我碰到哪 那些是夢想 我覺得就是 在這套東西裡面 慢慢就是 主角他們蒙擊了他們的夢想 他們為生活 形形逆逆 甚至乎 這是一個境界 你打算看動畫 又想進入動畫界 你真的小心 動畫界就是這樣 他們說 他們大了之後 要一起做一套動畫 一同開公司 就行了 拿你這套東西 你見到的 每個 就算現在這套 故事裡面出了三個顏色 主角 頭文治 這個主角 形形逆逆 很忙 無時間去做其他事情 圓若那個人 其實她都說 圓若那個人 很多時間都可以穩 然後做聲優那個人 到圓若的位置問她 你聲優那人是怎樣 然後她便說 出來才說 看在上面 他應該都是很蹲蹲 工作都還未如理想 甚至會不會成為尋聲優 如果她會講的話 她會講這個 當然不會 其他PFO是不會做這件事的 你不要咬得那麼死啊 一會兒真的說了 怎麼辦呢 我覺得這套東西 葉泰的新鮮就是 成為一個製作動畫的成員 無論在哪一個工作面上 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他可能是想表達這件事 但我看不到他說那些什麼奮鬥心 反而我經常覺得 主要是一個即場的動畫 所以我看起來好像 加上那五個女主角又不代表 有什麼特別好看 我先不說女主角 整間公司裏面的人 其實如果你做設計行 那些人的性格是挺真實的 真的有這個什麼人 大家都會說這些類似的對話 你說他不現實嗎 我又覺得他又不是不現實 那些對比都是我們經常會說的對話 老實說 你又改嗎 沒有時間啊 沒有問題啊 我覺得沒有問題就不要改 就是那句話是罪到的嘛 你擴定的嘛 是這樣做的嘛 然後他說 我也不擔保自己不改 其實 但是如果能夠令他做更好的話 為什麼不改呢 你不知改一改後面的辛酸 不是 不是 所以我都改 就是老闆 老闆說 我要重新做過他 哈 在這套作品裏面 監督其實都 最主要是說做一套動畫 很講善的就是 現在報第一集 但我們已經是說第三、第四集的事情 即是如果一掉期 就死人了 所以我覺得這套東西 他是講到動畫裡面的行業的事情 但不是人人都明白的嘛 不是人人真的做得好 應該這樣說 是不是大家期待TAW想看到的東西 這個才是正解 青春熱血 有理想 有將來 但是兩年半之後 我現在有 偶貌 偶貌 絕望 但是問題是 現實是很殘酷的 即是不像什麼風平浪靜 那些grasslip那類 絕對不是那樣 這套不是青春片 我現在這樣說 我擔心 PA Work開始就是什麼呢 開始轉型 他就知道他就說 夢想 是不能夠找飯 即是他們在動畫的過程中 他們深深了解到這件事 他們開始絕望 即是PA Work應該要找回阿三本歡 做這個監獄 甚至乎做完這套PA Work收檔 但我不會說真的不好看 其實現在 是我會說不好看 真的不好看 好悶 我們完全不是做這行的 可能我有些代入感有少少共鳴 我代入不到 我整個五個女國 我整個都不知道他 我完全沒有這樣的感覺 沒有印象 你怎麼看呢 我不理會角色 每一集當成一個職場單元劇 我也是這樣看 那你就可以不用理人物關係 我不用理他們 不是簡單一點 我不看 我都說 為何我這麼多集中 只記得想起老闆 因為老闆煮的咖喱 經常在那邊煮飯 我們想起這個 老闆不用做事 老闆不用做事 老闆就像打對對拖 我這樣解釋 他這些就是真老闆 老闆最重要的是什麼 除了準時出糧 就是定期去激勵員工的士氣 即是他這樣煮食的話 他就說 煮完食後 你不是不吃 你吃了的話 你不是moteer 你飯也吃完了 我的概念是 老闆除了準時出糧 定期要不知去哪裏 大家可以吃 以整套作品裏面 你見到的 真的不同 就是有一些 所謂叫做什麼 只有一句對白 我先走了 沒所謂 路士風 不是路士風 很現實 當然這套 現在就是 他給了很多東西 說 根本上你在一間公司裏面 無論是否創作公司裏面 你應該會見到的一些 員工的種類 其實他包含了裡面 其實這套東西 正如有馬所說的 你應該有一個職場的 他是反映一個職場 不過他現在只是告訴你 他用動畫公司 動畫製作公司的職場 去告訴你現實的殘酷 問題是 我現實已經很殘酷 還要看這些殘酷的東西 所以如果我說 如果你這樣看 我不如看Surfing and Service 即是說真的 你應該看Working Surfing and Service 那類的 就是開心點 純粹我覺得看動畫 不應該這麼難受 不娛樂 你明白 原來這套好像 繼續上班的感覺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大家 不要浪費這些時間 即是白箱 我現在都不明白 為什麼要白箱 我想當中的問 為什麼不叫黑箱 為什麼不叫黑箱 黑箱就太出了 黑箱就再自私看 再出一點 你想想 如果這套東西叫黑箱 有沒有人看 不是黑箱是死了 做到死了 不是黑箱 那不可以說得那麼黑 對吧 留意一下 最終是死幾多人 死人 可能付出他一生的青春 但換你 上班 上班 我們來到這套 我們去下一套 下一套